接下来我们为路过军先生献上心中最好的抑制画 有时候面对一些生命的市区会有非常严重的无力感 就发现医生并不是万能的 你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当我们无法解决长度的时候 在生活质量方面能做一些 再不断找一种平和 我从二十多年以前 当时我在河北工作的时候 我们科我就设了六张临终关怀病房 当时叫临终关怀 那个年代就关注了 我自己做这个葬礼 首先我并不是突发奇想 因为我做的就是为死亡期的工作 临终关怀这份工作 我也希望我更有资格谈论死亡话题 一个人你不会想到自己死亡的时候面临什么现状 你根本就无法了解患者面临生死的什么情况 就是完全是按照我的意思设计的 就是躺在棺材里边别人给我告别 追思准备了一堆的鲜花 各色的花等 你感觉我适合哪个 你就把那一朵送给我就行了 我的所有的朋友 一个治刀念词过程 第一个代表人类学 你的朋友陆维军死亡你想说什么 第二个代表我们之间的感情 你想说什么 每个都有自己的专业性 等我仪式举行完之后 后边有一个生死的论坛 我就回到场地上去 我谈我的感受 他谈他的感受 其实当时的初衷就像做一个生死的高峰论坛 都是生死学界人 单纯谈太浮夸 距离太远 所以说我就形式化走一走 没想到这个场景很真实 把大家有强烈的代入感 我的一个学生一见到我 躺在那儿就泪流满面 他说陆老师你起来吧 咱不做了行不行 最后我的近亲属和我告别的时候 因为我的爱人和我的孩子被耽误感很强 当他双手扶入我的面颊 眼泪滴在我脸上的时候 我可以忍受这种情况 因为我做生机来 我觉得我不能在大厅管理下 再消费我亲人的痛苦 所以说那个环节叫停 我是老路 你们送我走的老路 感谢各位生前之友 为我松行 其实我想好了很多次 来表达我想说的内容 但是现在全毁掉了 我发现到生命最后 就是回个家庭 什么专家 什么教授 什么知名的 什么什么人士 我就是我妈的儿子 我爱你的丈夫 敬畏生命 我们永远在路上 我并没有我想象那么淡定 你要做到寒守慈眉 你必须有自己的神探 不能再干其他事 就特别专注 因为我们的患者 他找你看病 他可能读不懂化验单 看不懂解采结果 但是你师父真心 没在看病 他一眼就看出来了 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氛围 严重影响 就神探也干不了 就一天到晚 疼他受不了 那种疼 我能帮上你吗 肯定能帮上你 这是唯一的希望 你家是哪呢 上桌盒子的 从盒子过来的 对 我在门诊问诊是有习惯的 除了常规必须问的一些疾病相关信息以后 经常问患者 就是你在家有没有人关注你 这次谁陪你来看病的 然后你的这些身心痛苦有倾诉对象吗 我们希望医患之间的沟通交流 严重生活化 不仅限于哪疼 怎么疼多长时间了 希望他像好朋友聊天一样 谈自己病情 这样的信息量 有时候会帮到他 也会帮到我们 记者若干年前 我有一个患者 年龄和我相同 皮肤略大一些 得了直肠癌 那术后呢 又发生了局部转移 肛门周围出现剧烈疼痛 他不能坐 寝室难安 那后来经过我们专业处理以后 疼痛缓解了 当时我还挺有自得的问他 我说那个 蒙武先生 你现在是不是疼痛好多了 身体相对舒适多了 他告诉我一段话 让我又很深的思考 他说陆大夫你知道吗 切断过往 接受现状的痛苦 远远大于身体那点疼痛 我才发现 我给他提供的帮助 仅仅是他缓解了 缓解了一点点疼痛 提高了一点点生活质量 我也感觉到作为一个医生 我们能帮到患者 其实不仅仅是 身体症状的环节 还有其他更多东西 可以帮给到患者 那医生为什么 叫白衣天使 我问过一个临终的患者 他告诉我 他说当我彷徨无助 困惑痛苦的时候 你们的出现 像阳光下的一个影子一样 给我一种温暖 复慰安全的感觉 选择这个行业 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而且获益良多 我不光是实现了自己 白衣束缚 长筋直垂的从容 而且获得了人生的丰满 对人性的理解 对生命的理解 这是我最大的获益